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家 郑志甲 黄埔军校校长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中华民国总统 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便是蒋介石的新妇何英亲 何英亲早期在日本留国学 后来又上了黄埔军校 与蒋介石成为了校长 后来他因为他很想参加革命到孙中山的同盟会之中 何英亲在回国之后就追随在蒋介石身边 那时他还没有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后来在1925年出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时 陈永明集中两万多精锐 何英亲遭到陈永明的暗算 企图包围他们 在这个危机时刻 何英亲决定亲赴第一血 指挥作战 最后陈永明的部队打得落荒而逃 令人叫好的是何英亲只用了三千多 人就将陈永明两万人的队伍打败 何英亲自此便是一战成名天下之 这场战争使他与蒋介石结为了生死之交 但是 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 何英亲却有两次走到了蒋介石的对面 甚至险些置蒋介石于死地 第一次是汪精卫联合李宗人 冯玉祥 严西山倒蒋石 本该站出来支持蒋介石的何英亲 却选择了站在汪精卫一边 后来 蒋介石回忆说 当时只要他只和英亲说一句话 我是可以不走的 第二次是西安事变 当时在国民党高层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算美龄为首 主张和平解决 已就蒋为目的 另一派则以和英亲为首 主张武力解决 甚至有传言说 和英亲想借此机会出调蒋介石 自己取而代之 正是这两次世界 让蒋介石对何英亲非常不满 为日后冷落他埋下了伏笔 后来 何英亲便在蒋介石心中 不是那么值得信任 蒋介石也时刻提防着何英亲 后来 严西山 李东仁等人 逼着蒋介石下台 何英亲认为 蒋介石肯定没有办法翻身了 所以他便赞成了严西山等人的做法 他做的这些事 让蒋介石非常含心 后来蒋介石要求何英亲让位于陈城 同时为了让何英亲继续受命于他 蒋介石让他做了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 1944年 蒋介石为何英亲埋养的接班人陈城语义计计讽 便迫不及待地要求和让位于陈城 为了笼住何英亲继续为其卖命 蒋介石又给了他一个田草 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 蒋介石便让何英亲作为中国战区受降最高指挥官 何英亲当时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但是在1946年 何英亲就被蒋介石解除了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失去了实权 他的狼子野心暴露得太明显了 蒋介石怎么信任他呢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毛主席曾对人说 何英亲杀了我们很多人 我们不接受他的投降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何英亲的为人是那种墙头草 两边倒的人野心太大 并不是一个忠心耿耿的闲乡良辰 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